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benny belch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我也不废话 就是benny的不定期渡仓 时刻时间太久了很多人是不是已经忘记这个栏目了 前段时间的事件种种我就发现你们不是乐意听这种内容的东西吗 那我就好好说给你们听 在视频开始时间呢 请大家多发现弹幕多评论多关注多收藏多投币 有如何的话去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 嗨我雪雪 我们就先说说你们最感兴趣关于博主推广的内容 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就如果你看到那种双号 我只接硬广不接软广的博主 你就全当他放屁好了 听清楚了只要博主接广告 那么他就不存在不发软广的情况 我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打比方说这个博主最喜欢的品牌过来找他打广告了 我们就说是sk2好了 sk2说我给你钱 但是呢你必须打软广 你不可以说这是个硬广 你不可以说这是个广告 那么请问如果你是这个博主的话 你是接这个广告呢 还是不接这个广告呢 除了sk2之外的一众大品牌都包括在内 来parry找你过来打广告 娇蓝过来找你打广告 戴科过来找你打广告 你接是不接 你别算是瞎掰说你不接 擦亮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 博主的视频里面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可以当做广告 只不过是收钱和不收钱的区别 像我个人我从来没有说自己不接广告 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不接软广 很多人都说哈 那个笨利啊 每支视频都推荐特别贵的东西 一推荐便宜的东西就是广告 我真的是天哪 我不光便宜的东西是广告 我告诉你我贵的东西也是广告 怎么什么话都挨你们说了呢 我推荐贵的东西啊 你们觉得消费不起 觉得啊 笨利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推荐便宜的东西的时候 你又觉得全是广告 而在一边把简介里面写上不接软广 你们就真的信了吗 我最讨厌那种博主人设就是啊 我特别良心 我不接软广 我广告都告诉你们 我的天哪 越是这样的人越为善 你真的一条广告不接也就罢了 但实际上你接啊 其他的博主其实看到之后不会说什么 大家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知道规则也知道规矩 但是你不能输一套做一套还去踩别人吧 广告呢是绝大多数全职博主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家不要只看这些博主赚了多少 今天想这些博主在之前的时候投入了多少 赚的钱里面也有几成几完完全全 踏踏实实放在自己手里了 买产品不用花钱吗 更新配置不用花钱吗 你当这些都是白来的 OK即便是这么高调费的情况下 博主依然是一个高收入的群体 在你看到这些博主身上所享受的光环 所赚的这些金钱的时候 希望你也想一想这些博主所付出的努力 和所承受的压力 没有人是慈善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自己而出发的 像专职做博主的大家 把自己人生最美好最青春的一段时光 投入在这个行业当中 可这个行业你要知道 它随时随地都可以抛弃我们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去干嘛 以及一旦有些体量的博主 这些大博主 大家接广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我们不会赌上整个频道 只为了那么点钱而已 关注量越大 账号越大 责任越大 所要负担的东西也就越多 博主良心与否 不在于标不标明广告 不在于打软广还是打硬广 而是在于他在接这条广告的时候 有没有认真去筛查去筛选 有没有认真试用之后 给大家反馈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听明白了吗 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 有些人会说 你这个博主自己用很贵的东西 推荐粉丝很便宜的东西 怎么着我能买得起 我不能用吗 我就问你当你手里面的钱 足够足够足够多的时候 你还会去每天专注于去思考 去寻找这些评价货吗 不会了 你不会在意所谓的什么 性价比之类的问题 博主在自己消费能力 完全允许的情况下 去挑选一些便宜的产品 拿过来试用再推荐给大家 这是博主的本质 但是用完之后 觉得好用也就推荐了 觉得不好用可能放在一边 可能放入雷品分享 不代表我觉得这样东西不错 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就一定要把它用完呢 不管在别人那里怎么样 至少在我这里 我很珍诚地告诉大家 我所用的所有的国货是便宜产品 我买过来也好 公关送过来也好 我接的广告也好 我用完之后 觉得好用我就推荐了 觉得不好用就放在一边了 我绝对不会把它用完的 过了我的皮肤28天 我觉得OK了就OK了 我会用回我原来该用的东西 为了一个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把我几千块钱 上万块钱的东西放在那里 不用吗 我们都是自私的人 你也是 我也是 很多人希望博主可以无偿奉献 可以为爱发电 自己花钱购买产品 给大家评测 而在我这里 我完成了这份工作 我就会退回我原本的位置 大家要知道 在试用产品的过程当中 皮肤可能会出现任何情况 可能会过敏 可能会烂脸 但即便这样 这就是博主的工作 既然大家赚这份钱 那要做好这份工作 可是我总归要使用好的东西 让我的脸回去 我才能再试用其他的产品吧 我不能烂着脸 在这腰喝这个东西好用吧 想一想 如果是现在看视频的 你做博主 你来做到这个位置 你来面对镜头 你来接广告的时候 你未必有我们做的好 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所说的这些话 如果今天是你 你能做到吗 人是有足够欲望的生物 坐在镜头前 一张嘴可以说四方 当你真的坐在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的那么的轻松 还有一些人说 很多博主坐大了之后 就忘了出新了 就和之前不一样了 不管你说这句话 是因为他软广不飙出来也好 或者是接的广告太多也好 无非就是因为钱 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是一个爱好 不应该是商业化的行为 没有任何一个人 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是无缘无故的 要知道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都是有目的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 而这些事情归根结底 总归会和金钱挂在一起 可能我说这些话太现实 很多人不爱听 但就是这个样子 人没了钱 就是活不了 我没有超凡脱俗的精神 我没有那种 就是看破红尘的意识 我就是一个俗人 我要为我自己的未来着想 我要为我的未来铺路 当若干年后 没人在即的Bennie是谁 没人在即的董子初是谁的时候 我要想办法让自己生活下去 最好说三个在这个圈子里面 非常非常讨厌的言论 第一个是经常有人说的 评价替代 这个是我非常的不喜欢的一个词汇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是可以替代的 只要它被替代了 那它就会消失 就算是颜色 即便是严严的颜色相同 口红的颜色相同 但是它们的智力 它们的配方绝对有出入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替代做的再像 也永远都不会成为它 如果真的你50块钱 做到人家500块钱的效果 人家500块钱早黄了 现在这个风气 就把整个美妆圈带着 去追寻所谓的什么评价替代 去省钱 国货就一定要便宜 我觉得你要去做的事情 不是去追寻什么评价替代 去寻找什么便宜货 而是努力去赚钱 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 去买正正经经人家本身本人 有向往有梦想的人 你们本不应该这样 现在太多的年轻人太浮躁 太想投机取巧 那你们要知道 一分耕耘一分汗水 一分钱一分货呀 我做博主讲了这么久 还是多少多少人都听不进去 第二个我非常非常讨厌的话 就是你天天撕什么逼呀 天哪 你就不能安稳一会儿吗 人家那么小 你干嘛非要跟人家计较吗 真的是你个大博主 干嘛这样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 我就是一个小肚鸡肠 牙姿必爆的恶人 我宁可正大光明的撕你 也不会在背后悄悄的搞你 你佛系你能忍是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 如果这些事放在你身上 你会怎么样 OK你可以忍 那是你 我说好听点那叫脾气好 我说不好听点那就是懦弱 你正在大街上溜达的 跑过来一个人抽你一巴掌 骂你一顿 你什么心情 你什么感受 你会做什么 到那时候你再去说 我不跟他计较啊 人都有报复心理 你也是人 你也会有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对我好 我对你十倍的好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十倍的不好 既然你是坏人 那咱们俩去看看 谁更坏 OK最后一个就是 你不要跟谁谁一起玩了 哎呀 你怎么跟他抱团啊 这些博主就在一起抱团 真的是 天呐 哎呀 抱团真不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你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看见了吧 又抱大腿了 你能交朋友 博主不能交朋友吗 博主与博主之间 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事 你人生是独来独往 不交朋友的吗 你上学的时候 没有小团体吗 你上班的时候 没有小团体吗 明明几个姐妹 闲下来就开始说 别人坏话 嚼别人舌根 你有什么资格 都在网络上面说这种话呢 别跟我说 你人生当中一次没有 你要非说没有 那我告诉你 上学的时候 你那上厕所小分队 下个零一想 就拉着手往厕所里面扎 怎么着 非亲非故的 拉屎拉尿 非要放一个颗里 是不是 你们怎么都能玩一块去呢 啊 现在已经工作的了 想想你们之前 有没有说过 哎呀 上学那时候 我们几个几个特别好 这就是小团体 许你不许我吗 凭什么 还有那些什么 你不要跟他一起玩 他很坏的 你是他亲妈 人家跟谁交朋友 你得管一管 是不是 你好好想一下 你上学的时候 爸妈跟你说 哎呀 那个小孩不好 你不知道跟他一起玩 你自己心里什么感觉 发出来之后 无分是让两个博主难堪 这就是你所谓的 对你喜欢的博主好吗 不过是把自己的 好物强加在别人身上的 说辞而已 还非要装出一副 正义凛然的样子 恶心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 请给这视频 多发音弹幕 多评论 多关注 多收藏 多投币 如果可以的话 请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学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